好 接著到下一套 下一套呢 其實一看他的宣傳畫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套伏極的紀律應該有行 果然不出我所料 真是不服 原作慢慢看 其實如果是正常的故事 其實是OK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Dimension W 我們今集中講的某幾套 犯了那些毛病 這一套就是告訴你 怎樣去講一些設定的事情 其實我不敢說他很好 但是他做得很標準 或者這樣講 他成功的一個地方 或者他做得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什麼呢 那個設定 是對劇情內容理解 是脫鉤的 你可以不知道什麼叫線圈 可以不知道什麼叫XYZ 只要知道那個無限能源 只要知道那個東西是生產無限能源 他給了一個很重要的information 你就記得這個information就可以了 還有他有另一個好處就是 他那種設定不是一種絕對的空想 即是如果你利用武武器 武亂技那種 他可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觀 然後有一些特定的物質相成 一樣那樣 但這邊其實他講的內容就是 好了 有種新的能量 而裡面有線圈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有物理知識一定分量的人 你會知道就是 線圈和電流的產生是有關的 所以其實你很容易導入到 其實它是一個能量接收的系統 這件事其實是你解決定的其中一種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你明明都沒有所謂的 你明白 你有一個樂趣 但我不支持你一定明白 但你要知道就是這件事 在這個故事裡面的定位是甚麼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很多作品是甚麼呢 他是有意識到這件事 但當他解釋的時候 他就忘記了這件事 因為他的劇情和設定在一起 而會被這個設定牽著走 但這裡就是 他不會被設定牽著走 至少三集裡面 我現在看到沒有看原作 但是主要說 線圈就是一種無限的能源 他取代了現今生活裡面的能源 清楚明白容易理解 這件事我覺得是 這套東西裡面 我說他做得最標準standard的地方 就是這件事 即使你用其他的作品說 甚麼叫魔力 你可以給一大堆解釋 總之就是 他可以發揮槍械級的殺生能力 其實已經足夠了 我告訴你魔力 你經過了幾多九重天的力量 去召喚出來也好 你用甚麼科學定律 或者化學定律也好 都不要緊 這套東西是 在這個位置 他分割得很好 那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就是 其實是一個萬事屋 唯一的起頭 他未算萬事屋 他不太多職業 他沒收回非法線圈的工作 但是這個故事裡面 除了不會有非法線圈以外 大概的 那這個走向就是一個萬事屋的走向 通常就是 大家都看慣一些萬事屋的作品 這些萬事屋 通常就是甚麼呢 他在業界裡面 至少有名氣 是standard的標準 他有一定的實力 他有一個很黑暗的過去 真的說了 那是不是standard 一般你現在找回任何有萬事屋的作品 強如就算銀魂也好 他都是這樣的設定 不過他是因為夾雜了搞笑內容 你覺得 不是那麼黑暗 其實 最重要是馬賽克 那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那這些standard 設定他是放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 我都說 看動畫我是不介意standard 但我介意 我不知道你有甚麼 他另一個 最初吸引到我眼球的地方 是什麼呢 他在開始做完一小段的劇情講 之後 然後播放OP 那裡 那個動態做得挺吸引的 就是換面上的位置 跳舞那個位置 也是 大叔跳舞 大叔跳舞那個位置 我覺得 整個OP裡面最吸引我眼球的 其實就是那一段 我最初看OP 我還在那裡害怕 這套不是說街舞的 哈哈 那些全部都是 即是我們的主角 真冤經馬 通常都會是 這些萬事屋的 某一種設定 他是對線圈小隊的專家 他還叫做現今世代 或者是一位不會用線圈的人 是的 也是很傳統一些 日系動脈的設定 就是反傳統而行 即是舊世代的王者 無論上一季的對魔小隊都好 這個世界用槍的了 不用刀的了 這一套東西 一高下立見了 我不用線圈 但是他給的就是 他不用線圈 線圈的方法戰鬥 其實你看到的 現在線圈的方法的戰鬥 在這套東西裡面 是很單一的 沒有什麼技巧 因為力量型 是不需要技巧的 一下子射出來 一下子射死你 還搞那麼多 跳那麼多舞 做那麼多假動作 然後才射你一槍 搞笑的 我又覺得他所謂線圈的用途 應該不單止力量型 如果你見他裝在武器裡 他可以作為一種火力輸出 那種量量 但是他可以裝在身體盔甲 那類其實會是身體機能 可以成功 好像Loser 那個例子也是 Loser 那個例子 其實他只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這樣說 線圈現在給我的概念 就是一個增幅 而這個增幅就是 當你做到某種程度的增幅 所有的假動作是沒有意思的 你做假動作 你一刺一下就算了 這個是現在給我的武器的印象 京馬就是用 有別於 在這部動畫裡 我想是特地的 其實他的動作是很花巧的 其實你甚至覺得 他是武林高手 不是跳舞過舞 當然不是至於街舞高手 可能他也是街舞高手 也都是他一開始抓住的重點 就是非法線圈的事情 因為其實三集裡面 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非法線圈這個題目 而且就是不停去擴展了 非法線圈這個故事 其實他刮心了 三集裡面 由一開始就說 非法線圈 究竟跟普通合法線圈有什麼分別 到達就是 還有公司背景 是的 還有Tesla 而且在非法線圈底下 其實為什麼會找到非法線圈 就是其實因為這些非法線圈 是經過一些 可能是Lumbrus 即是一些圓形的線圈 有關係的 是因為跟著這些線圈去開發出來 還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拆開了類別 當然你說他還拆開了一個 很神的類別 也都之後沒有再說 就是博士開發雙線圈 這個線圈的力量就是 可以壓制其他線圈 令到所有線圈的失效 甚至踩到黑洞 這次無線圈是W 產生黑洞 加有什麼模擬 這套都是W 加什麼模擬 真的按鍵 不是啊 他是說為什麼那個位置會消失 因為他產生了少型黑洞 喜歡這些XYW軸的東西 我不知道 其實W 我覺得這套作品 我覺得作者是解釋不到的 但作者聰明的是什麼 他不打算去解釋 什麼叫W軸 你不要來 對我來說 如果對現代人來說 四維空間是時間旅行 那四維空間的力量就是什麼 不知道 先請未來前 我用未來的電力 拿回未來的借用 是不是這樣 我或者拿回之前的 我之前的電力 我忘記是被人偷電 未來偷電力 這裏當然有另一個角色 通常辦事屋的都是 設定上就是Partner Partner 通常就是 匹敵於主角 要是輔助主角的類型 這裏很顯然 走的就是輔助主角的類型 因為主角不用線圈 在情報上 或者對線圈的知識上 就由另一位女角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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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線圈的開發者 麥克奇博士 麥克奇博士 所謂女兒 對 但她真正的女兒應該是死了 其實這個Mirror 故事就有兩年前 就是麥克奇博士 本身的老婆 應該是有份一起創造出來的 因為故事所說 博士就是線圈的發明人 而他老婆 就是當代最強的機械人 的發明人 所以這就是他們兩公火 合力創造出來的最強的機械人 對 所以我很想看他跟Irman 打他誰會贏 你應該就會落空 為何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說 其實他的外表骨架 大部分的東西 跟普通的商店 一個market 買到available的 是沒有分別的 而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的線圈本身的power 但是那個線圈 之前已經說過 又比京馬換了 最特別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的腦 那個構造 就是 他裡面用的說法 就是他很複雜 而有機性 換句說話說 其實他做出來的複雜性 是匹敵於人腦 於是令到這個主角 為何會覺得 經馬要男主角 為何會覺得 為何會哭 其實他表達出來 做到的事 跟一般的機械人 是有所分別的 雖然我覺得這套東西 我會這樣說的 他standard 但是他standard得來 是很實實 整套東西裡面 找不到些什麼 我會號召說 為何你會這樣 找得完錯故事 對 當我沒得老保的時候 就這套作品 其實老實說 我就告訴你 你真的很實實的 逐步逐步開展 他不是試圖一開始 擴張一個很大的故事 他嚇一下你 他不停加一些新奇 不是突然之間強加 他是之前經過某一些事件 去逐步逐步開展 一個新的故事出來 這個現在是三集裡面 我已經看到他的手法 看下去 至少讓我覺得 就算我不想知道 所有的背景 現在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都會被吸引到 驚馬這個人 會吸引到你 還有我覺得 其實他最新的那集 就是第三集 他有一個伏不埋約 就是第三集 除了提到Number的概念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非法線圈暴走的後果 為什麼要回收非法線圈 這個也可能是 為什麼經馬這麼不喜歡線圈 或者為什麼歷史像的部隊 會消失了 應該是一些伏線相關的東西 還有這裡他很簡單說的 應該都很直白 就是說 線圈雖然提供的效益很大 但是他沒有危險性 他的危險性很大 不過他的危險性只是被壓過了 叫做被隱瞞了 壓過了 不讓外界知道會有這些問題 沒有啊 那你用合法線圈其實是不會有問題的 理論上 理論上不會有問題 非法線很容易有問題 其實反過來來說 其實這套作品 其實很容易聯想到日本的反核國問題 也都完全是很相似 就是政府壓過了 或者有關權領壓過了 那你就不覺得 只能看到好的一面 角色方面 現在就是 他們在做地下工作的那種味道 就是有些東西 知越少越好 其實好像有Mirror的記憶也好 跟Lusa打的時候 一些回收的方式 還有就好像說 經馬 其實他去找一些人幫忙的時候 的一些手法 就是他們簡簡單說幾句話 這裡我覺得是很滿滿的黑暗風 其實是 或者是很純爺門 叫做 知芬那個人是肥河 那個人是很純爺門的 我覺得是 所以 那個感覺 是出來了 現在是 最後補充一點 就是這套東西 是梅津泰神有份的 但是他上一套 什麼變魔師 不是 他這套好地方嘴 就是open 對 變魔師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套東西 看上去 當然我們剛才說OP 就是很吸引眼球 也叫做什麼 他這個吸引眼球 對應就是他內在裡面的戰鬥 是你的風格是統一的 尤其是OP現在 OP欺詐那些東西 現在的OP 整天都是這樣 就是那些戰鬥 嘩OP裡面的戰鬥 然後 進到劇情裡面的戰鬥 一閃 還有什麼來 他死了 你不知道什麼 我中間裡面 起碼做了四五個動作 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但你明明看到就是什麼 在OP裡面 他們是狂打的 他算好了 他不是播放OP給你看 有少少導臻 你要看播片 你看看那一套 什麼為世界幸福那套 最終就是 我也是說 今季裡面 其實 啞人是劇情那方面 這一套 我覺得是 它綜合質素很強 如果你說 用作畫 內容 或者是 設定故事 全部 未必是今季裡面 每樣東西的最好 但它綜合起來 它一定 不會跌出過三位 好了 那我們這套 介紹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